刘德华51岁 妻子素颜现身评价美容院 天王嫂双眼俘手憔悴不堪 刘德华51岁 妻子素颜现身评价美容院 天王嫂双眼俘手憔悴不堪 日前 作为曾经的马来西亚富豪千金 51岁的天王嫂朱丽倩被网友拍到前往一间平民化的美容院 洞留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离开 据了解 这家美容院所面向的客户基本都是小区里的一些家庭主妇 价格也是比较接地气 据拍照的现场照片来看 朱丽倩没有去豪华高档的美容会所 而是选择了一家普通的美容院 面积只有10平米 当日的朱丽倩双眼浮肿 双下巴 眼带 粗笔全都出来了 素颜的她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与曾经的美丽相距甚远 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啊 朱丽倩是选美出身 家境富裕 曾经公开宣称自己的一中人就像刘德华那样 找对象就找她这种类型 缘分这个东西很奇妙 后来真的就嫁给刘德华了 但是婚后的她低调到人们渐渐淡忘了她的存在 华仔更是将其保密不透风 因为刘德华在娱乐圈的地位和事业不受影响 成为全职太太 在家相服务的娇子 直到2009年朱富去世 朱丽倩才曝光在公众视线中 当外界纷纷指责刘德华的隐婚行为时 朱丽倩依然守护在爱人身旁 直到46岁的朱丽倩顺利为刘德华带下小龙女 所有流言蜚语都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云海里 注定这个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女人将会跟最爱的男人相守一生 即使天王嫂身份曝光后 朱丽倩依然保持低调 一直在默默地照顾住刘德华 或许她一直就没有把自己丈夫当成是一个大明星来对待 尤其在2017年刘德华拍广告受伤后 朱丽倩第一时间赶到丈夫身边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在刘德华住院养伤的这段时间 朱丽倩照顾刘德华心力交瘁 苍老了很多 对刘德华来说 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娶到了朱丽倩这样的女人 虽然家产半惯 但是却和普通人一样逛平假店 菜市场 朱丽倩一生隐身在刘德华登后 昔日女神颜值不在 但如今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完美的人生不过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